Hello大家好我是Mona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下留学生在纽约租房的常见问题 那我们留学生在这边租房 就是普遍来讲是通过购买担保保险来得到大楼的批准的 那有时候很多人会问到 那我跟我的室友两个人都在lease上 和只有我一个人在lease上 这个担保的费用会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理论上来讲 不管几个人在这个lease上 你的担保费用呢都是不会有太大变化的 为什么 因为担保公司担保的是你整套unit的费用 打个比方 你跟你的室友两个人租了一个two bedroom 就是两室的房子 租金是5000块 那不管是你一个人在lease上 还是你们两个人都跟这个担保公司签了合同 都在这个lease上 这个担保公司他所担保的都是一整套unit 这个5000块的一个担保服务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这个房子在租期期间 然后不住了或者说你们跑掉了 当然这个不建议发生哈 这个担保公司呢 赔付的就是你们剩下的每个月5000块的租金给大楼 那你们付钱也是付了这部分的费用作为购买这样的服务 那担保费用会受什么影响呢 我这边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担保费用看的是申请人 也就是说你上lease 或者说你跟你的室友上lease 你们的信用 还有以往的关于信用类型的记录 它都会影响这个担保的价格 也就是说你的信用越低 你的担保价格呢就会越高 你的信用越高 你的担保价格呢也会相应的减少 因为担保公司承担的风险就会减少 希望这部分大家可以理解 所以我如果说两个人或者一个人在lease 担保这部分上 我们要怎么考虑呢 就是看谁的信用更高 如果两个人都信用良好的话 那没有关系 两个人都上担保lease 那如果说其中有一个室友信用可能不如你好 那我们这边建议 有你一个人去做这个担保lease的申请 一个人跟这个担保公司签合同 那这个担保公司就会以你的信用为主 为你核算一个费用 这个是我们比较建议的方法 那至于私下 你和你的室友怎样分配这个担保的费用呢 就是你们自己商量了 好 今天这个话题就先说到这儿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是Mona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